毒品危害中控市越來越嚴重 甚至接受年齡層 也越來越少年 劉亞吉米便宜的努力 來提供毒品風土和油不過度使用的部分 為了要讓我們民眾的更加了解重要性 是特別基盤後 環境以及健康 用油膏和油脂圓中心性的發表會 在這發表會裡面 是用到儲備和外負的作用 來教我們民眾健康的滴雪 慶祝和平 劉亞吉米便宜 提供毒品風土 以及減少油不擔用的進行 心相當的努力 最近也發現 使用毒品的年齡人讚有更加的苦勢 為了讓青少年有正確的風土觀念 劉亞吉米便宜 也與新鳳各種合作 企劃搶救小雨大作戰的桌遊 用輕鬆儲備的方式來大家報得 有幾個重點 以前是反毒品 第一級、第二級、第三級的毒品 現在把安眠藥 大部分都是第四級的 也算是管制藥 納進來 以前的人沒有那麼多 好像失眠 也許焦慮這些人 為什麼現在這個社會 造成進步呢 還是退步 變成說那麼多人在使用這些藥物 這些人應該怎麼樣用的適當 或是怎麼樣的不適當 我們需要去清楚的分辨 除了這樣之外 在這條風土方便 今年竟是進行了 37條翻託未到鋼澤 到17條廚的社會 民眾安眠藥 洪地夠用 以主要的規劃 竟是能讓一般的選擇 變得更加多 化的行動化 民眾的接觸度更加高 也更有夠用的意義 記者 莊西省 劉苗庫 蔡宏伯德 進階級